恢復廚藝文化 傳承使命 用一心想成為神出的我 其實空調工夫 卻苦無盡情 在某個姻緣紀會下 網購到一本神出賽人士攻略 內容卻高深陌測 鎖進科學界高人指點 秘訣逐步破解 且看今天又將解密拿到 烹調大法 這個真的太好吃了吧 娜樂哥你要不要吃吃看這個雞翅 好酥脆啊 那你吃一點我的 好 娜樂哥 你們怎麼在吃鹹酥雞啊 嗯 特訓班不就是要我們 自己練習廚藝嗎 啊 這個 這個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就了解這個密集上面 炸這個姿勢怎麼回事嘛 所以呢 才能吃起吃餅 反正反正 你們看 我的練習的材料都準備好囉 喂 為什麼跟別的食物比起來 炸的食物會特別想要吃啊 對啊 而且還越吃越開心 真的 早期人類最嚮往的就是高熱量 高油脂的食物 能帶來更多的能量和脂肪 更有利於生存 可是我們現代人很容易取得食物啊 我們還是很喜歡炸物啊 嗯 有實驗證實 當人類獲得核食用高熱量食物時 大腦就會分泌多巴胺 就會令人有愉悅感 把食物和心情連結在一起 哦 好 那這樣子呢 我今天就讓你們開心到炸 哈哈哈哈 看到了沒有 現在呢 這遊戲開始冒煙了喔 我馬上就來裹粉 準備要開炸了 啊 不行 快關火 油麵冒煙代表已經過熱 有可能變質 不就是炸天酥漆嗎 就油熱了就放就好啦 油炸要注意的細節可多這呢 今天的美食辨識會 我們就先讓大家了解 炸的與眾不同吧 炸的辨識會 我們將雞胸肉切塊秤重 沾上調製好的煙料 在單裹地瓜粉後 分別用煮炸 炒各種烹飪方式 做出不同口感的雞塊 參加測試的 有新北市秀峰國小的 二十九位師生 還有兒童節目主持人 大鈴姐姐 及推廣健康飲食的衣食 好 多條件 各位好 我是謝小二科 謝醫師 我很喜歡吃炸物 有被炸過的東西我都愛 因為炸物吃起來 外皮很酥脆 我很喜歡吃炸物 但是因為我吃了炸物會長痘痘 所以媽媽通常都不讓我吃 不管是煎 煮 炒 炸的每樣食物 那個美食只要出現在我的眼前 就很難從我的筷子中逃走 你們知道嗎 其實我個人呢 雖然不會很會煮菜 但是我是吃火 我這一年來 每天每天在主張滑布運動 經常我們身體健康 你花很短的時間 可以得到很大很大的好處 美食便時會 要讓他們從這四盤雞塊中 選出哪道是用炸的 試吃間隔要喝水漱口 我覺得一號是燉的 二號是炸的 它看起來像是有油炸過 它吃起來脆脆的 我覺得炸的是二號 因為其他的我不太知道 但是因為炸的外面的表皮 給我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那個表皮的感覺 是比較酥脆一點的 我覺得一號外皮有點爛爛的 三號跟四號的話 我是吃不太出來 但是我可以確定 就是二號是炸的 我覺得二號的外皮脆脆的 裡面軟軟的 所以我覺得是炸的 我感覺一號 因為它的外表是有點軟軟的 那第二個呢 很明確的 外表感覺硬硬的 而且顏色很均勻 所以我感覺它是炸的 第三種呢 因為它的外皮上還有一點點白白的粉 所以我覺得它像是用氣炸鍋 去料理出來的 第四種感覺是用去煎的 所以我會投給二號 是用炸的 煮的 今天這一集就讓你們看看 達琳姐姐的厲害好不好 我覺得它是烤的 剛剛說了那麼多大話 但是我猜錯我真的很尷尬 好 我吃這個好了 應該比較公平 我覺得它是炸的 是這一個 它的皮看起來也是有點 對 像炸的 好 完蛋了 都有皮 它生不出來 我覺得 炸的是這一個 真的 這個比較清淡 這個應該是水煮的 這個比較清淡 這個應該是水煮的 這是炸的 原豬雞 好吃 這樣真的 不能這麼健康 蒸泡也有可能 有可能 這個味道也比較清淡 這個味道也比較清淡 比較像是那個炒的 這四項也是很清淡的 感覺也像煮的口味最重的 就是我們的二號 這樣炸的 試吃完畢 大家開始投票選出正確答案 正確的解答是二 共有二十七位選二 答對率百分之九十三 什麼 什麼 炸 是很受歡迎的療癒器食物 高溫產生出來的 獨特香氣 酥脆感 還有熱量 實在讓人又愛又怕 大家好 我是史達魯 科學員用在烹飪上 不只可以讓食物更美味 還可以刺激味蕾不同的感覺 炸就是要外皮酥脆 肉也很juicy 不敢猜嘛 這個烤的 他們兩個的外表 看起來都是硬硬乾乾的 然後呢 這個煮的 看你吃起來也不會酥脆 我們這次還有委託 東海大學的食品科學系 幫我們用這個物性分析儀 去檢測 來檢測這四種烹調方式 這個食物的硬度如何 果不其然耶 你看 硬度最高的是烤的 最低的是煮的 吃起來很酥脆的炸呢 是屬於中間的 對 因為脆性除了硬度外 還要考量彈性和飽水度的問題 這個在油炸的時候啊 熱油碰到食物 表面的溫度會迅速上升 水呢就會氣化跑掉 留下這個乾脆啊 然後多孔勁的這個硬殼 這些高溫炸成的表面硬殼 就會產生我們提過的 焦糖化梅納反應和油脂香氣 外表被一層這個酥脆的硬殼 包覆住之後 反而又可以阻止 食物內部的水分蒸發 從而流住水分 內部也因為這個蒸氣壓增強 然後就可以快速變熟 成品呢既酥脆又多汁啊 難怪吃起來這麼 吃太多可能就不幸福了 譬如這個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的檢測 在這個四種烹調方式當中 熱量最高的就是炸啊 Oh my god 熱量這麼高啊 我剛才吃了好幾塊耶 而且重點來了 油溫的控制 對於這個成品的製作 營養還有口感 影響非常大喔 聽起來很麻煩耶 難道過程當中 要一直不斷地拿溫度 繼續測測測測測測嗎 不用啦 我們有這個 什麼話啊 就可以囉 是用竹筷去沾熱油到嘴巴裡嗎 不…我不管了 不是… 我來示範給你們看 按照這個菜油的不同 我們有不同的區分 低油溫是筷子放進去油當中 周圍會出現一些細小的氣泡 沒有聲音 用手放在油鍋的上面 你可以感覺到一點熱 一般用在軟炸等等 這種比較容易熟的食材 如果是中油溫呢 筷子周圍的氣泡會變得密集 油面有一點波動 看起來有一點波紋 但是還是沒有聲響 這種油溫很適合拿來炒 再來是高油溫 我們把筷子放進去油當中 周圍會有大量的氣泡 油面會翻動 伴隨著一些哔哩啪啦的聲響 適合炸肉類 這種呈現外酥內軟效果的食材 這食的溫度已經是18 2.9了 竹筷真好用 其實滿複雜的 我看夜市小吃好像很簡單的樣子 除了小吃 華人早餐最受歡迎的油條 也是用炸的 故事還跟一位將軍英雄有關 油炸食物讓人食指大動 充滿幸福感 但大家知道嗎 在古代 油炸還會被當作一種刑罰的方式喔 可惡的盤國賊 來人啊 把他處理砰刑 你可以選用的是一熱油 還是二滾水 那我要饒命 饒命啊 我可以選三嗎 三是什麼 三是溫泉 你還有空泡溫泉 帶走 至於行刑的過程是怎麼樣呢 那很恐怖 我就忽略不說了 但這卻成為另一種油炸食物的靈感 這要說到八百多年前中國的宋朝 因為遭到外族侵略 皇室不得不往南方遷移 建立南宋王朝 但是許多愛國的將軍 仍然繼續收復師徒 只不過 哇想不到岳將軍啊這麼厲害 一路打勝仗 我們與嬴的距離 只差幾里路了 齊比皇上 臣不覺得OK啊 皇室百姓經歷了千辛萬苦 難飄至今 好不容易安定下來 現在如果要回去 能夠和平多久 臣相說的也是 而且南方這裡啊 氣候溫暖 還山民水秀 國泰民安的 真有點捨不得 就是嘛 我們在這遙遠的南方 大大的遠力 精兵的威脅 用力做好當地的建設 不就好棒棒 就是這種鴕鳥心態 讓原本快要收復的師徒 再度淪陷 被強制退兵的大將軍岳飛 竟然被以莫須有的罪名 處以死刑 這件事很快傳遍大街小巷 民眾各個憤恨難憑 怎麼岳將軍啊 就這樣死得不明不白 正讓人痛心 還不是那個奸相秦塊 和他老婆王室的暗黑手段 他們應該被處空行 下游過去 真可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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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可是皇帝跟前的紅人啊 這麼下游過啊 欸 這樣好啦 這是秦塊 這是王室 把他們黏在一起 然後 帥啊 油炸塊 油炸塊喔 這事轟動了整個臨安府 老百姓都想念吃油炸塊 而這也就成為早餐油條的由來囉 想不到好吃的油條居然是恨的延伸啊 我看 對 納豆哥 你是炸不了小豬肌 你先吃個油條蟹痕吧 但是油炸食物好 熱量高 會胖胖 對食物本身 好像也容易出問題耶 這跟你選的油 還有一些溫度 有一些關聯性啊 我們在炸的時候呢 盡量去讓這個 加熱溫度 比較超過這個油本身的發煙點 什麼是發煙點啊 發煙點 是指加熱的油 開始產生煙的最低溫度喔 我們來看看啊 這個是比較常見的這個葵花油 我們看加熱到幾度的時候 它會開始冒煙 好 大方你幫我看一下現在油溫是幾度 哇 220度耶 這表示葵花油的發煙點就是220度 當油達到發煙點的時候 裡頭的脂肪酸跟甘油 會游離出一種氧化變質 叫做丙溪泉的毒素 可是有的時候啊 我們只把東西放下去油炸 它就會一直冒出泡泡來耶 這樣子不是有毒嗎 只要油溫還不到發煙點 那其實是食物的水蒸氣喔 而且什麼樣的油炸料理 要使用什麼樣的油 又要怎麼樣控溫 其實都有很大的學問的 讓我們來更了解一下 油炸跟美食之間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食物吧 好喔 走 走 哇 吃鹹酥雞喔 你們怎麼就這樣進去了啊 不是啦 因為我們迫不及待要吃 不是不是 要學一下怎麼樣炸鹹酥雞啊 吃鹹酥雞喔 上菜囉 哇 Yeah 到啦 任何時候都可以吃早餐的早餐店 哇 1955年就開始了 嗯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早餐是清淡一點 但是 這油炸的魅力 根本沒有人擋得住好嗎 現在更是隨時都可以吃 Let's go Let's go No… 我們現在是抱著研究精神來啦 按照規定 現在是應該進廚房 好好研究了解一下 哇 不能先試試喔 不行… 我聽史達魯說你們Angel雜 這就是今天要教你們的 趙師傅還有菜師傅 哈囉 哈囉 快刀切片 並點壓線 拉炸麵條 下鍋油炸 沒想到啊 就是早餐店裡 最喜歡吃的炸油條 在兩位師傅的好功夫之下呢 短短不到一分鐘就可以起鍋囉 哇 果然是大師等級耶 秒數完成 壓線你們看得懂嗎 嗯 好看得懂就 工作就交給你們 喔 沒問題 哇 這麵糰好柔軟 是剛做的嗎 這邊要寫一個碗材才比較輕 比較好站 那個 什麼是洗麵 反面叫寫嗎 正好相反 其實是要消除筋性 讓麵糰放鬆 洗麵的動作很簡單 但其實很重要 麵糰因為有蛋白質的關係 搓揉之後就會有麵筋 它會有一個內硬力在裡面 讓麵糰的彈性十足 其實很難乾淨 尤其是超高性麵粉 蛋白質最多 精度最高 所以就要像這樣子 它的麵才可以把它這樣 可以拉長 可是師傅啊 為什麼這不用低筋麵粉 不就好了嗎 不行 超高筋麵粉加水搓揉後 因為油條會蓬鬆 是因為脹氣造成的喔 油條的蓬鬆劑啊 可以是炭酸清胺 凝凡 小蘇打 泡打粉 酵母等等 這些成分加水 或者是彼此作用之後 就會產生很多的二氧化碳 高溫油炸 就可以讓這個氣體快速膨脹 造成這個外酥內軟的口感 我在想 為什麼不乾脆 直接一根下去炸呢 還一定要 琴塊加琴婦仁 兩根壓線一起炸 這條就是不膨 就是要兩條 不像一邊來試試看 好 所以我們現在單根 雙根跟三根 一起下油鍋炸囉 蔡師傅 這三種油條 炸起來的技巧不同嗎 要判斷它的熟與不熟的話 我們就從它的外觀 顏色 跟它的硬度 這單根油條看起來好難過喔 不只外觀不同喔 吃起來口感也不同 我們等一下試看看 好喔 怎麼樣看起來不一樣 吃起來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這單根的外皮看起來 硬硬尷尬的 而且吃起來好奇怪 三根太厚 中間太多了 好難要 而且啊 三根太太滑了 我這兩根都吃起來 最帥了 這是因為啊 在200多度的高溫下 單根油條表面一下就定型了 它來不及膨脹 就沒有那個中空的效果 但這個雙根的油條 它接觸面 沒有直接接觸這個熱油 所以低溫處它的柔軟 它還沒定型 就會有足夠的時間 產生氣體向外擴充 就會有這個最大的膨脹量 還有要注意喔 炸 油脂要新鮮 然後炸物才有基本功 然後我告訴你們 我們一天換三次的油喔 不愧是老店 我們等一下去看這個 最強台灣夜市小吃 就是它 鹹酥雞 台灣最強小吃 我們來了 從雞肉開始 總共炸過一千多種的食材 發現炸物要好吃 油溫的控制跟時間 絕對是個關鍵 洪老闆真的說得太好啦 我就說講到雜物啊 一定要來找洪老闆 你們怎麼就這樣進去了 不是啦 因為我們迫不及待要吃 不是… 要在學校 只不要炸鹹酥雞啦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就去配料區 從頭了解 哇 滿滿的配料 好像工廠喔 這邊就是一個小型的中央工廠 這個是我們 調味料的攪拌機 這是我們 雞肉的真空按摩機 雞肉怎麼叫真空按摩啊 它從真空 打氣跟抽氣 它會把它的毛細孔撐開 然後很快的入味 產生它的水分不會流失 雞肉就會更好吃 哇 想聞到夜市小吃 現在這麼高科技喔 是啊 不過 煙料還是要用 醬油 米酒 蒜頭 糖 等傳統配料 這是影響味道的關鍵 不能變 雞肉處理完 下一步就是沾乾粉 這下我們終於可以幫上忙啦 我看洪老闆那個炸粉的 那個配方是不是也不太一樣 對 完全不一樣 我們傳統的炸法 就只有一種粉 叫做地瓜粉 我們現在還要加太白粉跟麵粉 產生它的粘稠度更好 使它的雞肉水分不流失 吃起來雞肉會更好吃 如果我們拌好以後 雞肉我們可以下油鍋 哇 有好幾個油鍋耶 是炸不同食物用的嗎 對 一來是不要放味 但最重要的 是要把炸蔬菜跟炸肉分鍋 因為油溫不同 炸蔬菜的油溫也會比較低 大約是在160度跟170度左右 這個肉類就不同了 而且它還是分兩次油炸 對 我們的台式鹽酥雞 是把雞肉醃漬入味 沾炸粉 第一次低溫慢炸 讓雞肉斷生 等到要吃之前 在第二次大火快速油炸完成 那是最近很夯的美式雜雞 做法不一樣嗎 對 美式雜雞也好好吃 我們可以做做看嗎 沒有問題 這個美式雜雞 是生雞肉沾滿調味好的乾粉之後 一次油炸到熟透起鍋完成 兩者外觀看起來明顯不同 連口感也不一樣 試吃囉 哇 之前出雞肉 上菜囉 耶 來吧 各位同學 吃了 好燙喔 大家一邊吃一邊比較一下 這兩種炸雞味道 外觀有什麼不同 我這邊看起來就是 都很好吃的感覺 OK 誰問你這個啊 我的意思是 像這種台式鹹酥雞 它是炸兩次的 低溫後高溫 那這個是生雞肉直接裹粉 炸一次直接炸熟的 美式雜雞 吃起來差異在哪裡 鹹酥雞的味道比較重 肉也比較入味 美式的雜雞肉就比較沒有味道 美式雞肉它的調味在外皮 那不像我們的雞肉 它的調味是經過醃漬 不過比起來 美式雜雞比較吃得到 它外皮的酥脆感耶 的確是這樣 剛炸完的時候 厚重的脆皮會讓這個美式雜雞的 口感很好 但冷掉之後 其實容易皮肉分離啦 皮軟肉材 不像台式的鹹酥雞 還是很脆嫩 非常的juicy 原因就在這個 絲粉醃漬跟二次回炸 它會讓這個外表酥脆 然後同時又鎖住香味跟水分 難怪 每次外國人吃我們鹹酥雞 都會說好好吃 非常好吃 我喜歡 Yes 不會來這邊上班嗎 沒有來這邊上班 應該每次平均工程 都可以吃這隻雞吧 沒有問題 OK 經過了今天呢 我現在對於炸 可以說是超級了解 完全沒有疑惑了 所以我現在呢 就要重新開炸了 我這邊有鋪吸油紙 炸好的雞翅可以放上去吸油 好喔 好 這麼怕油 那你們要不要來試看看這一台 氣炸鍋 氣炸鍋 啊 是不是做失敗 然後就會氣到炸鍋對不對 當然不是啊 它是用這個超高溫的汽油 去上這些食材本身的油 把它自己炸熟 蛤 不懂 所以是只要換一點油就好了嗎 沒有 一點油都不用加 蛤 氣炸鍋的原理 是上方的加熱器 產生超高溫熱風 在鍋裡不斷循環對流 食物被熱空氣包圍 就可以滴出本身的油脂 產生油炸效果 所以是最好本身自己有油的食物 才可以嗎 沒有錯 如果食材本身沒有油的話 比如說像是蔬菜 我們還是要在上面刷一點油 不然真的會太乾 像現在這個已經炸好了 來看一下吧 哇 哇 你看 真的像炸了一樣耶 而且沒有很油耶 對啊 開動啦 等一下等一下 它畢竟還是炸的 不要因為它方便就吃太多 我在講有沒有在聽啊 老師 我有在聽喔 志起之筆 百戰百勝 欸 小神廚 你這麼流口水啦 對啊 而且幹嘛搶我的台詞啊 我才是志起之筆 百戰百勝好不好 好吃耶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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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